西洋大人 今天告诉你好天气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 从上周开始 大台北以及东北部地区便阴雨不断 尤其周末到昨天 泥沙台风通过台湾南方海雨时 更带来丰沛的水汽 配合东北季风环境 以丰面地区有大范围的显著雨势 目前泥沙台风已经来到香港南方海面 将持续往西移动 接近海南岛以及越南一带 对台湾已经没有影响 整体的环境水汽减少 虽然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以丰面地区仍然有局部的雨雨天气 但是下雨的范围 雨势都有明显的缩小了 气温方面也由于东北季风 带来比较凉冷的空气 昨天中午过后 各地的气温一路下滑 今天清晨的最低温 出现在桃园的杨梅 只有16.5度 北部、宜兰等一封面地区的低温 大多在17度左右 市区则有18到19度 有明显的凉意甚至会有些冷 白天的高温则因为偏多的云量 回升幅度有限 预估约20到22度 一整天的气温感受都比较凉冷 要注意穿着保暖 华东地区则为多云或阴天 全天的气温是20到26度 中南部等北方面地区的天气相对稳定许多 预估普遍都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形态 平地的占雨几率低 山区才有年薪的占雨机会 城镇的气温也会明显的偏低 大多在18到20度 白天的高温则可以回升到26到29度 仍然有明显的绿叶温差 早出晚归要留意气温变化 适时的调整穿搭 明天仍然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水气有再减少的趋势 阴风面的阴雨范围会比今天再缩小一些 基隆北海岸 宜兰花莲还是有比较高的降雨几率 桃园新竹以及台东会逐渐的拨云见日 中南部地区也是晴到多云的天气 各地区的气温会与今天相似 周四到周五东北季风减弱 周围高压回流的偏东风环境 各地区的气温逐渐回升 东北角到宜兰花莲等一封面的地区 还是有局部短暂雨的几率 其他地区的天气大致是多云到晴 中南部山区午后有连星的降雨 后续的天气得有比较大的变数 主要是目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 有热带劳动正在发展 周末期间有机会通过台湾南方海面 由于未来的发展强度 距离台湾有多近 都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是否会带来水气增多 仍然要观察后续预报变化的状况 也请大家要持续地留意 最新的天气预报资讯 以上气象由天气风险欧总学提供 请大家订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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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